好 既然人都齐了 开始报告吧 好的 院总 那下面我就说一下 这次公司针对 万兴娱乐集团的旗下的 IPO要进行一个 很巧合力的市场调查 它呢在2003年的时候 已经去做到三百亿的市场 它第一季度的IPO 已经增长到了百分之十以上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要增发到两千一百五十二亿元 然后呢 万兴集团 作为娱乐集团中最大的 在线音乐发展平台 它现在的用户 已经达到了五点七九亿 这是其中一部分 总而言之 公司对万兴娱乐这个案子 下了很大的功夫 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 出色地完成任务 好 大家任务完成得都不错 前几天不只让大家 挖掘IPO还有再融资业务的 新客户 记得把找到的资料 和名单交上来 好的 下回 我今天不知道为什么 我坐乔总旁边 总觉得那氛围 特别压抑啊 你怎么感觉到哪儿 女人的这个低直觉 你不懂 说真的啊 刚才袁总看了那眼神 让我觉得也挺可怕的 嗯 我觉得他俩都有点怪 多亏我及时跟袁总 示好才行为一旦 要不然我那报告的通过 估计得明年了 莫不是高层要震动了 不至于吧 我觉得就是 单纯的心情影响 绝对 绝对没那么简单 不至于不至于 不至于 要不我先帮你摊在口服啊 不至于 不至于 进 袁总 这份文件选你进 这看我干吗呀 去 着什么急 清好了 别看了 都看得见 看得见 看不见 看眼睛 怎么办 袁总 报告做完了 请估计 先等一下 跟你说到你的技术了 嗯 好 出去吧 好的 袁总 我 今晚一起回家吧 都不看路嘛 那么莽撞 不好意思啊 乔总 今天状态不错 妆容精致 换了新衣服 好像还换了一种新香水 怎么 是谈恋爱了吗 既然你男朋友选择了 我们投行的姑娘 那可得让她理解一下 我们的工作状态 你交上来的新材料我看了 我觉得整理得还可以 不过有几家公司 要深入考察一下 这样 你今天晚上加个班 把所有资料给我整理清楚 明天我们开会一起讨论 可以吗 怎么 晚上有别的安排了 没有 好的 乔总 我尽快弄出来 好 嗨 百分百先生 今晚你先走吧 我要留下来加班哦 那要不要我留下来陪你啊 那要不要我留下来陪你啊 不用了 这点小事我还是能完成的 好吧 那早点回家 百分百小姐 嗯 我会加油的 百分百先生